最近大陆那些地方政府拍卖土地 差不多三分之二都流泊 这个也都会造成政府的一个主要财政来源 都受到影响房地产生意不好 政府收不到钱很多行业收不到钱 也都很多人可能会没工作 这些恶性循环如果不及时去制停 是可以造成很大的破坏 你觉得中央政府距离他们出手的时间 都不是太久 好 回到来是施对话第二部分 今天讲一下是内房 内房债 内地房地产 这个是施老板对一样非常熟悉的话题 再次欢迎你施老板 大家好 刚刚之前在威言大意和一个债券专家说 他说恒大已经不是一个焦点 现在的焦点就是究竟下一波内房是会轮到哪一间 而且如果这样的情况持续的话 连一些优质的内房可能都有危机 那我想问一下施老板你觉得中央会在一些什么的措施 会不会最后会放松一下那些措施 不要让这些内房有这么大的波动 或者甚至还有不同的内房企业会倒闭的危机呢 现在中国的开发商的營运方式都是靠高杠杆 高流转去赚钱的 那这种方式是中央不想见到的了 因为你高杠杠杆就是借贷得很重 会替中国带来金融风险 刚才你说的恒大出了事 跟着又引起其他的开发商都被人怀疑 担心他会出事 其实信贷是一个生理因素来的 当你怀疑的时候 有些人不肯借资金流向房地产开发商减少 那么那个债券的利息就会上升 大家有信心的时候会继续借钱 那么他不够钱就再借新债去还 旧债一路滚下去都OK 好像美国联储局也是的 一路借新钱 那么他旧债才可以还 那么但是如果怀疑他没得还 每个人就不借了不借他就唯有加息去吸引人借 加了息他的成本就更加重了 更加难以转身了 所以会产生连锁反应的 那么现在就恒大事件出了之后 都有一堆公司 他们的债的价格就回落 因为很多人想套原 不等他债券到期收息了 早点拿钱算数了 那么你便宜些都卖 等于他的知识率就会上升了 因为他原本答应给的利息 现在你不用出足的本金也买得到 那么变成你要发行新的债券 就那个利息就会增加 那么现在就中国房地产市场 已经是很难借钱 很难用合理的价钱借钱 因为中国的房地产靠高楼转才赚得多 就是是博利多销的政策 如果现在的利息去到整30厘 不要说30厘 去到10多厘 已经是不够盖利润 这些债券是救命的时候才肯借的 不是做生意的时候会借 因为他做生意都没有这样的回报 他借来就输眼 你做生意譬如得年息12厘 年回报12厘 你的债券就去50厘 30厘 所以现在就房地产 如果是要这么高息去借钱的话 根本生意都没得做 那所以变成了整个中国房地产 被恒大搞一搞 整个生态环境都破坏了 那除了公司财政不健全那些 即是间间公司开始自危之外 最近大陆那些地方政府拍卖土地 差不多三分之二都流拍 大部分都卖不出的 那这个也都会造成政府的一个主要财政来源 都受到影响 大陆地方政府很靠房地产 大陆地方的经济 也都很靠一堆房地产有关系的产业 譬如建筑业 装修啊 家电啊 地产代理啊 市场推广啊 很多行业都跟地产 发展商的生意有关的 如果房地产生意不好 政府就收不到钱 很多行业就收不到钱 也都很多人可能会没有工作 所以我觉得这些恶性循环 如果不及时去制庭呢 是可以造成很大的破坏的 那现在恒大到今天呢 其实都没见 就是有政府拆手啊 或者委托到清盘人去处理 债务重组啊 令到一些公司正常的运作不至平准 一家正常的公司如果失去了信用的话 譬如经纪本来帮他卖开房子的 发觉他会没用选 那就不再帮他卖房子了 不帮他卖房子 房子都卖不出 他怎么有资金回笼呢 有一些卖了出去的房子 要交房子才收到美数的嘛 但现在那些建筑商又不肯帮他建 因为还没找到建筑费 那在这样的情况下 那一家公司就 这个处境就一直恶化了 如果恶化到 连公司的员工都走 一家公司员工都走失了 就很难翻山了 因为你不是说请一群人回来 他们就可以一起合作 这班员工是过去十多二十年 逐一点逐一点请回来 有个协调的效应 合作的能力 才可以去营运一家公司的 员工都走失了 给清盘工接手都没用了 变成他在运作的东西都无法做 那真的会大件事的 就是现在应该是政府 或者政府委托一些 就是会计私留 去做清盘工去接手 如果不是公司的资产就会逐步流失 将来想救都难救 现在我觉得是行动慢了一些 你觉得政府其实都应该知道 你刚才说的一些 就是你觉得中央政府 距离出手的时间是不是都近的 如果继续不敢出手 会牵涉到卖一些 比较好的内房企业 这个是对整个国家经济 就好像你说的都很有影响 都流泊 流泊的话政府没有钱 没有钱公务员都出不了粮 这个影响就是很大 所以政府看到这些东西的话 是不是距离他们出手的时间 都不是太久呢 我就之前你做访问 我都说当时政府应该出手 但是现在过了整个几两个礼拜 都未见出手 我怕已经过了最好的时机了 什么意思 我刚才说死了又救不回生 你说恒大 他受伤就可以救他 你说恒大是不是 或者说 是的 我的意思说 不是恒大 是对整个房地产市场 会不会有些措施来做 刺激大家对房地产或者发展商 以前呢 对房地产的政策 都是做一做一做 发觉不对路友松回的 是的 是的 但是现在的形势呢 是有不同的 现在呢 因为中美冷战 就是中央觉得自己的处境呢 不只是房地产出事 中美那个角力 对它造成的压力可能更加大 如果在这样的情况下呢 有些说法就是 戒毒那个缺身 好像你吸毒 造成对身体的破坏 你觉得不好 你去戒毒 一戒毒 你很辛苦又吸回 那就以后都戒不回 戒不了毒 所以如果他当现在 依赖房地产是国家经济的 一个不好的 运作模式 是一个毒楼来的 要把它切掉 那为了戒 你口水鼻涕 点床点脊 都不理得你去死 我现在为了戒 你就点床点脊 我找条皮带摘住你 直到你真的慢慢适应 不吸毒为止 就是这个是极端的说法 但是会不会这样做呢 如果他想着 我现在就来和一个敌人 要搏斗了 下来可能这个敌人想自我于死地 我现在就一定要戒毒 我不可以做引君子去面对这个敌人 他就要将这个黄地产作为毒楼 不要切了它 很痛流血都要切的了 就是你治癌 那你说化疗 多辛苦 头发都脱了 吃又吃不下 又一套黄胆水 那你也要接受化疗 我想问你 就是将这个问题看得多严重 看中央想怎么做 之前他对付一些其他的行业 都一点都不忍受 所以大陆的地产商这次都不敢期望 说中央很快会松手 因为之前中央就不松手 你作为地产中介的角色 你会做些什么的改变 或者什么的准备呢 那我们是整个房地产的产业的一个组成部分 但当然那个主导性没有发展商那么大 但是当发展商受打压的时候 那我们当然出问题了 我们的发展商欠我们很多勇气爪的 那如果他们财政有问题 我就一定给他们拖的了 我就要出粮要交租 我就不可以拖别人的 但是发展商就拖我 那当然是会遇到问题了 另外你整个生意都受影响了 比如二手市场 现在就大部分地方 银行都不是很肯借 那银行借不到钱 房地产不会好的 因为大部分的钱都是银行出的 买家出三四成而已 那有一半以上银行出的 那银行不肯借钱 就已经是生意少了很多 另外有一些人有钱 现在内地你有钱买 都要交代收入来源 以前香港人呢 不敢贸贸而不借钱买房 就是因为税局会看你 哇这么多年都没有交过税 你又没有个富爸爸 那你的钱哪来的 那分分钟是赚了钱没有交税 那现在就不止看你是不是没有交税 这么简单 你如果有正常生意 又怀疑你没有交税 你生意又没有 生意又不是做得好 你哪里来这么多钱 那现在就 如果那个经纪说不出 那个买家的收入来源 分分钟那个合约都不给你签 那所以现在就交投极之困难 一些城市少了一半生意 已经算幸运了 有些城市是少了八成生意 那些深圳没有了八成 二手市场没有了八成生意 那在这样的情况下 做防备产生意那些人当然辛苦了 当然我呢就生意是新外物来的 我就不算真的那么紧张的 外面有些网上就说我在这儿开明 那他开明的机会多过我 我就坦然面对生意的喜乐 就不算那么紧张的 就是很久之前我已经和别人说 中原中原中有一天会完 所有生意都有他的生命周期 但是暂时来说生意难做 但是也都有好的地方 好的地方就是会少了很多不明来历的竞争对手 因为在香港我们的竞争对手多数是河外的人 大陆就试过自从贝贺在美国上市市值过千亿 那变了就很多其他行业的人都来做地产代理 而且都是想用烧钱的方法占领市场去抢我们生意 所以那时候就辛苦一点 现在这些公司一定是准备倒下来过我的 因为他们烧了一段时间 都没烧到上市的水平 整个生态环境已经变了 所以我相信以后这些靠烧钱去抢市场的公司会少一点 那与我们竞争的人会少一点 当然先要捱得过寒冬 那你才可以有春天的道理 我们经历过很多寒冬 冰河时期也经历过 所以这一关一定会过得到 而且我相信施老板一定会过得到 所以我都看到你说那个什么哀鸣 其实我看到我觉得好笑 我说怎么会 因为我跟你都很熟 和你的同事都很熟 不会的 所以就 风云变色 归言不动 好 谢谢施老板 下次再见